女婿也是只有在心情好的时候才会换发型 就跟你们这些小女婿只有约会的时候才会打扮子一样 对啊 涂个口红多贵啊 要去见那些不喜欢的时候 不划算是吧 不划算 你看这个剧的服装也是差 是出去寻穿的一副项目吧 也蛮好看的啊 你上次不是送了什么礼物给女婿结果你不是被拉黑了吗 还说呢 她家灯坏了 然后我就给她寄了一个工具箱过去 结果第二天就拉黑了 立马拉黑 这都是别人家的男朋友 从来没有让我失望 好酷 我觉得这种表白方式换到现在也是有用的 对啊 现在表白方式是你可以不要钱 你可以可以穿 可以没有罚 但是要有一个爱的心 一只脚肩 一只裙脸 要我得 看到下了 这个字太难看了 哈哈哈 安福给你的字有一拼啊 以前我们老师说 字无其人 就骂我字不好看 然后我说不行我要把字写好 然后我相信字写的特别好 真的假的 真的 哎呦 我的心就像一口 这个我不要了吧 我上次送我的为花王啦 那两个就比一个我这么多吧 你怎么把他放进去 你以为我是送他钱的女生吗 我不能收 我就是 你就说 只为刷了没分钱没有 你看看我刷就是不一样 送银行卡 贫穷先知了我的想象 这两张银行卡里 没有钱 不是这个挺有意思 送两张卡没有钱 难道他又失忆了吗 没有没有 没有 现在出一群那两个的表情是 谁不会去银行摆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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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网友 但是最终还是会相遇 你把他俩这样放 那就是向左走向右走 永远不说 永远不再见 为了和初雨萱在爱丽丝顿相见 为了我们两个 永远都不分开 只愿得一人心 把 好不唱了 你给张看着我好不好 好吓人的这个眼神 这部剧就是 你看 青春 加励志 再加吵吵闹闹 哭哭啼啼 吻吻喝喝喝 再加示意 等于一起又看流行语 真的是